住在车内怎样就是不肯配合下车 警方只能耐着性子告诉车内这名荷兰籍男子 他和他的日籍女友你们违规了 没办法最后两人只得配合 跟着远警来到泰鲁阁游客中心 准备由卫生局人员送往检疫所强制安置 原来都是因为这名外籍男子很不乖 他们在检疫期间从兰头离开他的检疫住所 兰头这名得居家检疫的荷兰籍男子 原本27号才能结束居家隔离 然而他嫌在家太无聊 25号竟然擅置离开住所 和日籍女友驾车走中横公路 经泰鲁阁国家公园要到花莲踏青 但花莲警方早就接获兰头警方通报 派员在半路等着果真拦查到两人 而这也是创下全国强制安置首例 算算只剩三天就能存获自由 但男子任性结果 短短享受一下外头空气 还是得继续隔离 此外还恐怕吃上新台币1万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还得不偿失 还造成他人麻烦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从里到外都得为他彻底消毒一次 记得有几条严禁与话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